第二百课,除了上主的平安以外,没有其他的平安存在。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,我是你所知的耶稣。 你难道没有发现,年纪越大,你就越是疲倦,并对这个世界越不感兴趣? 一旦过了二十岁,那些年轻又经历旺盛的时日很快就消失了,因为你经历了新岁及破产。 跨过三十岁的门槛后,你相信下一个计划会让自己幸福,房子,孩子,家庭,贷款,债务,以及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。 这一切都成你所认为的中年危机。 但是,在这一边的我们认为,这危机乃是为获得自由而爆发的巨大力量。 许多人在四十、五十岁,甚至更晚时才接触到这部课程,因为你是过了所有的道路。 你已尝试了所有自己被教导会带来幸福的事,但其中没有一件真正带给你幸福。 你仍旧疑惑自己错过了什么,那是因为你错过的东西并不在这个世界上,那就是你的家,它就是爱,也是你与神的连结。 这才是你错过的东西,爱是无法用任何物质,任何人的身体或任何形式加以替代的。 很多人一想到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能带来很久的快乐,便因此难过失落,但这是事实。 这是个令人难过的地方,你可以看到悲伤写在街上许多行人的脸上。 然而,好消息是,你获得了回家的方法,你获得了你需要的讯息来修炼,使你在地球这趟旅程变得更加美好。 最终,祂能带你回到源头,即含荣一切的上主慈爱的怀抱。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,我们明天再续。